40岁是女演员们样貌的一道分水岭 她们年轻时美若天仙 到了中年 要么就身材发福 成土肥圆 要么过度养生 眼秃干瘪脸浆 而以下六位女星 真正做到了身形凹凸有致 卓越风姿 气质丝毫不减当年 个个性感妖娆 1.许晴 50多岁的年龄 以火辣身材登上热搜榜的 应该只有许晴一人了吧 少女的脸 火辣性感的身材 别人都是越来越老 唯独她状态回春 郁佳美艳 早期的许晴是清纯可爱类型的 一双泥窝具有超高辨识度 让人印象深刻 到了中年 不再一位追求少女感 而是转型为性感女神 与她适配度最高的是旗袍 作为中国古典服饰 旗袍对女人的身材 要求是极高的 胳膊或者腹部 腿部稍微胖一点就会翻车 不老女神许晴却能够轻松驾驭 电影邪不压正中 最经典的镜头 当属她弯腰翘臀的那一幕了 水蛇腰蜜桃臀 没有一丝多余的坠肉 简直是人间有物 这组图在网络上疯传 被称为神徒 导演江文在日后接受采访时被问到 为什么拍许晴的臀石 她直接回答 因为美啊 能让擅长拍女人的江文都脸声称赞 可见许晴的身材有多么绝啊 不过要想保持完美的身形 可不容易 许晴在拍摄前三个月就开始锻炼健身 剪体脂 练翘臀 最后才有了观众眼前的这一幕 还有网友私下里偶遇许晴 室外跑步 没有浓妆艳抹 一身素色健身衣 尽管还戴着口罩 但是被一眼认了出来 只因她的气质太出众 只能想到这是年过半百的人 明明像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不同于现在审美 一味追求的白右兽 许晴该瘦的地方瘦 该胖的地方胖 身形匀秤 对比起那些排骨胸 木棍腿 她更加具有风韵 二 莫文蔚 说到娱乐圈的腿筋 你会想到谁 反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莫文蔚 毕竟她可是花费三千万 为自己的美腿卖了保险 可见有多么的珍贵 魔鬼般的身材 说的正是她 完美的三七分比例 胳膊纤细 一双逆天大长腿 尤为吸睛 没有一丝多余的坠肉 一切都恰到好处 穿在她身上的礼服 似乎从没翻车过 别人穿花纹衣服是老气横秋 穿在她身上 就有一种莫名的高级感 莫文蔚对于旗袍也是相当喜欢 不久前出席活动 一席黑色旗袍 惊艳了一众网友 和许奇那种风云的美不同 她是那种窈窕淑女的感觉 更有古典美人的范儿 对于身材这方面 她一向非常自信 并且引以为傲 只要是有机会就秀 是出了名的晒腿狂魔 太过完美的身材 让大家都忽略了她 稍显逊色的颜值 只顾着心上眉腿 年过五时 还能够保持完美的身材 莫文蔚背后付出了很多努力 她不吃甜品 不吃冰 醉前坚持跑步半小时 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莫文蔚曾说 性感是一种态度 而不是比例身材 所以 女人最重要的 还是自信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人到中年 依旧能跟20岁姑娘比身材的女星 取情的臀 靠的腰 都是能够成为碾压级的存在 三 于南 谢源曾评价于南 神经有内涵 这个演员大有可挖 于南的演技毋庸置疑 她获得过多项国际上的大奖 是导演们心中的谬死女神 她的性感在于那双厚嘴唇 第一眼看 她并不是大众神美中的女神类型 第二眼看 会被于南的大而生碎 且有神的眼睛吸引 第三眼看 注意力才会集中在她的香肠嘴上 充满肉感的唇部 和这张脸的适配度极高 毫无违和感 反而越看越有女人味 让她更加性感美艳 欲解气质爆棚 再涂上经典正红的唇膏 这部活脱脱的红唇有物吗 网友直呼 姐姐好萨 我好爱 其实很多观众喜欢上于南 是为她的军装圈粉 穿上军装 她的身上少了妖娆妇媚 更多的是女中豪杰的 姿萨爽 眼神坚定 有信仰 完美诠释了 什么叫做坑枪玫瑰 顶级的身材 颜值和演技 于南却从不张扬 为人低调 累脸 不参加综艺 也很少接广告赚快钱 她不是大明星 是一个踏实的演员 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这一点值得 其他演员借鉴和学习 随着真人秀中餐厅 第六季的开播 到再次成为了焦点 节目中 她温柔的性格 甜美的声音 冷静的处世态度 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在真人秀无情的镜头下 连杨颖这样的大美女 都翻车了 皮肤状态不佳 把令纹尤为明显 而42岁的樱桃 浑身散发少女的气息 一点都看不出来 是离过婚的女人 随便一个镜头 都是能拿来 当手机壁纸的程度 尤其是她身上的小蛮腰 太过于标准 这哪是什么腰啊 这明明是夺命的弯刀 樱桃的身材气质 一直被网友所称赞 算得上是同龄女性中 飘杆般的存在 性感却不风骚 魅气却不俗 说的就是樱桃这种 她在电视剧《人世间》中 初次出场就惊艳了观众 安安静静坐在炕上 穿堂葫芦 镜头从后方向前推进 脖子上的线条若隐若现 侧脸微微露出 下颚线轮廓清晰 锁骨展现出来 这种呼之欲出的性感 只勾人魂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 不注意字 尽得风流 不愧是饰演过杨贵妃的人啊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那些人到中年 依旧能跟20岁姑娘比身材的女星 娶琴的臀 杨幂的胸 都是能够成为碾牙级的存在 5.猪猪 别人生完孩子是身材走样臃肿 好似胖大婶 而猪猪呢 身形不但没变 气质反倒更加出众了 产后三个月她 就拍摄了一组性感写真 黑色礼服前后都是深V 美背一览无语 搭配复古波波头 温婉知性 又不失腐媚 猪猪是典型的东方美人 她曾入选世界最美面孔排行榜 还是名副其实的金圈名媛 家庭背景饮食 十多岁就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 开始在全球各地旅行 由此看来 她身上的名媛气质并不是后来装出来的 而是家庭环境的熏陶 坚过世面 能将猪猪的身材 完美展现的饮食作品 必定是金语 时钟的莉娜一绝 她的每次亮相 都让观众耳目一新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风情万种 她总是迈着自信的步伐 走路带风 脑部随着身体扭动 自然随性丝毫不显作作 瞬间秒杀女主蓝影影 身材也是前途后翘 要啥又啥 各种花红柳绿的景深裙 她都轻松驾驭 穿在身上别有一番风味 浑身散发着魅力 国境节前夕 猪猪再次让网友一饱眼福 在社交平台分享性感美照 身披玉袍 手提黑色高跟鞋 事业线尽显 身材风雨 眼神风情 只勾人魂魄 任谁也想不到 就是当妈妈的人啊 周二时出头我都不怀疑 六 杨幂 在85后女星中 杨幂的身材也堪称一绝 既有小蛮腰 也实现了前途后翘的性感身材 她时常被拍摄到脸翻车的照片 可她的身材却一直在线 从未掉过链子 无论是红炭造型 晚会现场 还是粉丝随手拍到的机场照 杨幂的身材都是最亮眼的 不白貌美 云称有致 其实很多女星做到了瘦 却很难有曲线美 鱼筋腾足足170亿厘米的身高 体重只有80多斤 就已经算是瘦到极致了 可她却是排骨胸 眼屁股 越看越没味道 脸是美的 就是让人感觉营养不良 不健康 正面和侧面都像是极度扁平 有种只骗人及时感 再看杨幂就不一样了 她是那种健康的美感 可青春活力 也可性感妇媚 每一种风格都能轻轻驾驭 在花儿语少年中 作为第三位年长的姐姐和赵金麦 程鑫 这些00后在一起 丝毫没有违和感 她的身上也洋溢着青春气息 说是同龄人 为过 运动员古爱玲曾说 美不是瘦 美是有力量的 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说 不能一味追求体重正向数字的多少 每顿饭为了少吃 饿得头昏眼花 采用这样的方法 即使减肥成功 身体各部分机能也可能出现问题 大家应该合理健康的饮食 配合运动健身 然后达到瘦身的目的 不过这些终究是外在条件 真正的美需要的是自信 是女性从内而外散发的气质和风韵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 见读散